这是一盘王天一和曹延丽的巅峰对决 圈局只有20多回合 但是妙周迭出 笑到精彩 红发王天一开局 先人之路 那黑发曹延丽大师架中炮 红发上马保中兵 黑发正马 红发出直举 黑发直举 红发进炮过河道足灵 黑发平炮 那红发拱三兵 黑发冲三足 下一步棋呢 这里红发不改拱兵 否则黑发打下江军又抽居 红发提前飞向 黑发肚足过河 净泡啊 这个飞向啊 吃足 然后黑发走出了奔排气的 第一步软招 那么赛后车姐发现 这里作为黑发来说 应该是净溃 加快这个 右翼子里的出动速度 把马跳上来 假如红发上马 黑发可以出局 红发出局 双方大抢 凶可战 那么实战 黑发先退炮 那红发跳边马 此时黑发还是应该 上边马 叫得把锯开出来 那么实战 黑发架中炮 那红发也选择平炮 将来进炮 打下江军 这个棋呢 就是绝赏 黑发上边马 那红发 巧先出局 黑发拱起了中足 红发 把下落下来 之后黑发呢 进炮 打中兵一家 那红发 补适 然后黑发 退炮 那红发 上马 紧盯黑炮 那么家里啊 有可能还会 上马吃炮 当然 黑发这里呢 是刷下 联法 那红发 直接进局 点住 下落 不想让黑发 把锯抬起来 黑发 拱足火马 冲兵渡河 用下 吃兵 红发 进局到 兵林线 那黑发 刷下 联缓 然后红发 退局 把马 牵住 你这个 鞠一动 他就会 去吃马 那么实在啊 黑发 从中路 把马 跳上来 红发 上马 给鞠 生根 家里有可能 平炮 去打足 然后啊 对局 那黑发 供足 那红发 平炮 要求对局 黑发 把局 吃 红发 把局 吃 那么下一步 下还有 登校的起 黑发 先上马 登局 红发 进破 打马 黑发 用校 吃破 红发 上马 吃校 那么 刑期至此 可以说 红发 布局 已经非常成功 黑发 一看大势 一去啊 直接投资 用输了 那假如 黑发 这里呢 把局 开出来 那红发 可以上马 去交中 那黑发 这里啊 也只能说 平炮了 红发 进炮一打 你黑发 如果说 进局 吃炮 那平炮 用马 去 将军 黑发 做掉 红发 退马 再加 嗯 不好 还要 丢 如果 黑发 不出去 比如说 提前 平炮 防止 红发 上马 将军 那这里 红发 可以先把 中炮 卸掉 黑发 拱足 一吃 红发 炮正 中路 第二一类呢 就是一个空头炮 将来平局 一家 再平局 一家 吃马 吃鞠 你如果说 平局一要对呢 红发 还是平局一家 这里选择 不是 吃马 炮 这样 选择 出家 退鞠 即可 将来还是 红发 锁定 圣局 的一种变化 那这个 起无论 怎么走 走到这个局面下 红发 可以说是 圣定的局面 那么这一排 就是这样 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会更加精彩 再见